此久迎新的当天晚上 整个城市的人都在狂欢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暗杀开始了 有的人玩着玩着就倒下 旁边的同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莫名死亡 这才引起了恐慌 不知道哪个隐蔽的地方 藏着一名狙击手 他无差别涉及所有人 短短一个小时25位重伤 死亡29人 一个本应该开心的夜晚 却变得令人恐惧和不安 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让人惊恐的是 不管地面还是高楼 都有死亡的人 警察通过激光试图找出凶手位置 可是这个范围很广 而且对面楼突然发生爆炸 一时间整个城市乱作一团 地面警察加上空中直升机 都在搜寻凶手的位置 同时大量的人开始从爆炸楼往外逃 如果凶手就藏在这些人中间呢 谁也说不定 阿力只能用手机把所有人拍下来 同时跟着其他警察往上走 只是当警察们来到爆炸点 却铺了个空 人早已经消失不见 通过现场调查分析 凶手是远程遥控引爆 房门没有被撬开的痕迹 说明有钥匙 联邦调查局的马克被派来处理事件 他的初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弹壳 很明显是一位专业人士做的 阿力却有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凶手只是喜欢 想找到一种解脱方法 而且还会再次下手 就好像人饿了就要吃饭 吃饱了要等待一段时间 隔天马克找到阿力和一位老黑 他觉得这两人有潜力 而且马克和当地警察好像不对眼 完全施展不了手段 于是想让二人作为眼线提供各种情报给他 一旦此事完成 前途无量 随后一众高层进行了紧急会议 一个晚上排查了附近所有监控 以及各种出入境记录 加上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却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似乎凶手不存在一样 唯一确定的是 狙击枪有40年了 是一把老式的M21狙击枪 但不得不惊叹于凶手的技术 基本一枪一个没有拖泥带水 死亡人数中找不到共同点 有老友邵背景不同 就在这时有警察说找到凶手了 在一栋公寓的楼上 自称要杀死所有人 而且有过持枪历史 当地警察负责人弗兰克第一时间追捕 甚至都没有通知马克 两人似乎都想抢功劳 弗兰克命令士兵强势出击 闯入对方房间后引发大祸 年轻男子毫不犹豫地跳楼 线索到这里似乎又断了 而且男子是不是凶手还不确定 刚好当晚有三名游弃公在场 随即分别喊了他们过来录口供 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据 但阿力觉得其中某个人有嫌疑 可是又没有证据 这边一个大型商场内 一位胖男子正在试衣服 当他出去拿其他的时 一个人走进他的试衣间 穿走了属于胖男子自己的衣服 同时洗手间有人在清洗身子 当保安去查看时 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在一家餐厅看到该男子 刚好男子搞了点食物准备离开 保安和他对职要求打开包看看 过程中发生了枪击 此次事件规模更大 商场内很多人被枪杀 可是商场这么多监控 依然没有拍到凶手的脸部 只是看到他的衣服 案发前凶手好像在剩菜里挑食物 但开枪的果断和镇定超乎想象 背包里居然还有很多手榴弹 熟练的操作肯定不是凡夫俗子 另一边去找凶手衣服的时候 刚好被垃圾车运走 只是当阿力和老黑来到垃圾场 已经被盗禁里面 要想在巨大的垃圾堆里找 无异于海底捞针 这边当地警察觉得公布凶手录像 也许200多万民众有人认识 马克却不这么认为 一旦公布可能会惹怒凶手 再次爆发大规模无差别设计就麻烦了 两次枪杀案不过两三天 谁知道这个凶手是什么样的人 幸运的是阿力这边找到了衣服 但要想从上面获取指纹很难 不过有人得到了一则消息 在现场存留有油漆的痕迹 这让阿力想起三名油漆工 就在这时电视直播中有人打进电话 说出了很多和枪杀案有关的语句 这边跟踪显示号码隐藏 无法查找 同时还威胁主持人死气快到了 对方表示他并不是一个人 有一个隐藏的军队 专门为这个社会不公而战斗 当通话完毕刚好找到对方的位置 同时调查了对方的底细 是全国持枪协会的成员 同时车牌号都给查出来了 说明对方有一群这样的人 可阿力的直觉告诉他 这不是要找的凶手 真正的枪杀案凶手另有其人 马克却不理 随后在一个超市内 几名神秘人驾驶车辆抵达 警察等他们全部进去后 准备来个问中捉鳖 但他们要先翘无声息地支走无辜人 阿力和老黑负责牵引 双方很快枪占到了一起 对方几人面对有备而来的警察 其他人全部当场打死 只留下了一位 事后审问活着的人时 对方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打电话去主持人电视节目 只是临时起义 根本没有什么隐形军队 有时候人不能吃得太饱 不然容易出事 看来这次的行动又失败 马克的上司责怪他鲁莽 并且还听信了阿力这个新人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马克被开除 回到家的阿力很难过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努力 为什么还是被排斥 在游泳池的时候看着天花板 突然灵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跑到一名油气工家里 当天他之所以有不在场的证据 是自己粉刷完之后 把钥匙给了其他人 在阿力的逼问下 油气工坦白了真相 他的活越来越多 但人手不够 所以随便找了几个人一起做事 那几个人不要工资 只要油气工不问他们的来历就行 其中一名工人很特别 不吃荤纸吃素 总喜欢戴帽子 这和商场的那名凶手特征很像 由于没有拍照 只能请了素描画师 将该男子的画像画了出来 男子在南部某个屠宰场做过事 阿力带着画像来询问 是否有人认识 可是男子十多年前在这里工作过 基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 只有一位老员工认识 男子叫迪恩 1998年因为主管嘲笑他 第二天主管就死亡了 迪恩因此坐了两年牢 这又牵扯到1998年的案子 奇怪的是 本应该坐牢很久的迪恩 因为有上校和将军保释塔 所以才坐两年就被释放 事后根据对方提供的住所地址 马克和阿力两人来到目的地 迪恩还有一位老母亲 马克希望老母亲帮忙一起捉住迪恩 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老母亲随后说了很多 小时候夫妻两个喜欢打猎 有一次不知道迪恩还在外面 丈夫开了两枪直接打中迪恩 导致躺了一年 从此以后迪恩的性格越来越孤僻 丈夫打算让迪恩去服役 最后因为不合时而搁浅 就在这时阿力发现了什么 刚喊出要马克小心 结果下一秒马克被爆头 阿力为了自保 让老母亲拿走两人的手机 当着迪恩的面摔坏 说阿力有办法让他免于坐牢 此时的阿力吓得瑟瑟发抖 生怕迪恩扣动扳机 老母亲苦口婆心劝说 对面的屋里没有任何反应 只能捡起地上的手枪结束生命 希望以此唤醒迪恩仅存的一点良知 不久迪恩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都没看老母亲一眼 直接走到阿力身边询问他 嚣张至极 心中毫无波澜 这样的人其实很可怕 阿力觉得迪恩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因为警方需要的是案子 而不是在乎某个人 哪怕他做出惊天动地的事 最多结局被警方抓获并击毙 对那些死去的无辜人是一种不公 警察依然会存在 并不能因为某个人而消失 其实迪恩只是在报复社会 也没有谁对不起他 纯粹的就是看不惯各种事件 尤其那些对普通人不公 而有些人却可以为所欲为 两人聊了很多 本来迪恩准备自杀 然后让阿力烧毁他和老母亲的尸体 让其得到应有的奖励 然而此时一辆警车赶来 迪恩用枪把打倒阿力 将他绑在地下室 然后再次走上去击杀两名警察 就在这时大量的警车赶来 将此地团团包围 命令迪恩出来投降 却不知他早已在附近埋下炸弹 阿力不断地劝说他改正 会尽可能为迪恩辩护 但他终究没听 按下按钮的那一刻 阿力死死地咬住他脖子 被咬了一个口子 但还是没杀阿力 踢着狙击枪往外走 同时外面发生了爆炸 死伤惨重 阿力最后自己挣脱枷锁走了出来 而迪恩已经消失不见 警察出动了大量地面部队搜寻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 在一个检疫房外找到 几时把枪对准他 当迪恩抬手准备射击的那一刻 被打成了筛子 隔天上司要求阿力签字 内容就是集体方案生效 而不是阿力一个人的功劳 阿力也不是傻子 他知道弗兰克做了很多坏事 但想起马克无辜的惨死 还有200条无辜百姓的性命 阿力要求给马克追加公章 并调入探员部门 一起杀人狂连杀200条人命的案子 就这么告一段落